侯友宜包租公形象重创选民观感 最新出炉民调显示 喉罩跌破三成 赖销也趁机拉开近期最大差距 来到领先9.5个百分点 新北市府提出一系列空罩图资料 试图助攻蓝营猛攻赖清德老家 现在却惨遭绿营和学者打脸 根本是恶意造假扭曲事实 更被质疑应该行政中立的机关 如今沦为侯友宜的政治打手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宜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星人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首先带您看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深陷凯旋院包租公争议 而这样坑杀学生的形象 现在果然让侯兆的民调彻底崩盘了吗 来看到根据美丽岛电子报 今天最新公布的数字 民进党赖销配是来到38.9% 国民党侯兆配则是比前一次要下滑3.2% 如今支持度正式跌破了三成 而一二名的差距也扩大到9.5% 是最近几次民调当中差距最大的一次 而针对蓝白候选人都深陷土地争议 选民的观感其实就反映在民调上 时事评论员李正浩就直言 赖清德面对万里老家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愿意捐出来不再打口水仗 反观侯友宜的凯旋院则是对年轻族群 造成严重的剥夺感 财经媒体人胡彩平也指出 赖清德老家跟收租养地炒地 本来就是不同性质 蓝白紧抓着矿社猛打 反而会让一般人更加倒向赖清德 媒体人李豪仲也直言 侯科两人利用体系来大钻漏洞 成为对居住正义最大的讽刺 他更直言这样的贪婪心态 就是让选票流失的关键 最后是媒体人胡志凯 他认为侯正营面对凯旋院争议 不但不愿意退让 还不断用各种理由 试图合理化这一切 这也使得年轻族群 对侯友宜的好感度彻底崩坏 那么凯旋院除了比别人贵上 两到三倍的租金引发争议 到底有没有透过分割门牌 来钻漏洞避税 现在也成为关注焦点 赖青的近半 今天就透过记者会 向侯正营提出了三大质疑 更指出凯旋院一学期的住宿费 竟然比学费还要贵 怒轰侯友宜根本就是双面包足弓 侯友宜是双面人 他一方面告诉大家 他要来补助学生的学费 另外一手却爽收租金 我们看到文化大学 他在这边的凯旋院 这个租金涨了五倍 简直是离谱 可以拿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你增加租金的理由吗 好600平的凯旋院 竟然申请了99个门牌 之后甚至还偷偷成长 分割成103个 背后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律师林志群就提出了分析 他说侯友宜这么做 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个是避税 一个是可以省电费 而面对这样钻漏洞的行为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中嘉宾就批评 侯友宜根本是在凯国家的油 而这一次囤房税2.0 修法的重点就是为了要防堵 这一类恶行 所以也可以说是侯友宜条款 那么面对凯旋院租金争议延烧 侯友宜始终是用一切合法来带过 而他的副手赵绍康的炮火更是猛烈 先是推给市场机制 说大家嫌贵可以不要租 今天又说如果民众觉得不合理 大可以抵制 不过这样的护航言论似乎是越帮越忙 不只是引来知名作家苦林的痛批 有样大批的网友就跟着大骂 这样的态度实在是太过嚣张傲慢 最后来看到侯友宜恐怕不只在青年政策 和居住正义上面大失焚 在教育政策上面 这一回也再度交出白卷 针对台湾教育智库这一次 对候选人抛出的教育议题 也就是私校转型退场 以及境外生与国际人才两大类 赖科两人是17题全答 而且两人都把未来的政策 聚焦在加码高等教育的投资 而侯友宜则是和前一次一样 再度婉拒答题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对此台湾教育智库发言人魏家慧就说 即便是从侯友宜先前的教育政策 十一件里面 也看不到教育跟世界的连结 期盼侯友宜能够端出 更具体的教育政策 而这样拒答的态度 不只让教团傻眼 现在就连他的竞争对手柯文哲也大算 侯友宜根本不像要选总统的人 等同是其他大咖的傀儡 更说投给侯友宜根本不知道是谁在当总统 选战工房焦点继续来看到 赖青的万里老家成为蓝白猛攻目标 现在就连应该行政中立的新北市府也加入战局 不过新北市府昨天提出的一系列空拍资料 现在就被绿营打脸 根本是涉嫌造假带风向 质疑新北市府如今已经沦为侯友宜的政治打手 68年这张图 他告诉大家说 没有 没有824号 我越看越不对 这个套图上面的黄色虚线 怎么跟73年的套法不太一样 新北市政府把68年这张套图 套会定位 往左下偏移 就是他把整个定位点往左移动了 所以最后把赖青的老家直接定位在树林里面 以他的逻辑是门牌会飞 房子会飞 很简单 一句话讲完 两个空照图的比例不一样 我说你们真的太瞎了 民国94年的图 比民国75年的图小了10% 你可以这样比 可以看到绿营是提出了多项证据指控新北市府提供的资料错误问题很多 而且还刻意框出了错误的区域来误导民众赖青德的老家是后来才新建的 民进党发言人林楚音更直接点名新北地震局长汪李国多次造假动手脚 就是为了要帮侯友宜攻击赖青德的老家 要他干脆辞职转到侯友宜竞选总部算了 那么面对空拍套图各说各话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中兴大学学者董建宏就直言 有门牌其实就代表这间房子存在 不存在幽灵房屋的问题 要是按照新北市府的说法 恐怕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权益 医师杜成哲也提出了证据 他说当地的老邮差跟左邻右舍邻居 都能够证明中府84号早在民国60年就存在了 他就怒批新北市府根本是为了选举联手造谣 而面对绿营和外界的指控 新北市政府则是强调 公务局是用绝对值的坐标来进行比对 坚持这一系列的空照图并没有错误 而这一次新北市府被打脸翻车 有网友就算说国民党干脆说 92年之后才有赖清德一家 痛批新北市府已经沦为官员的打手 2024大选进入最后倒数 第二场总统电视政见会今天下午登场 蓝绿白三方候选人也针对能源政策 展开激烈的攻防 而赖清德是提出了加速布局多元绿能 迈向低碳非核家园 而侯友宜与柯文哲则是主张要尽速体检 并且重启核四 而针对侯柯的这番表态 赖清德也重话批评了 带你看到稍早画面 我想要请教两位市长 你们在当市长的时候都说 如果核电没有安全就没有核电 核废料没有去处就没有核电 你现在选总统的时候态度完全改变 你们当初所讲的这些条件都已经改变了吗 公民投票已经通过了 你们今天在这个场合上 说还要再冲击核四 那你把那个公民投票的法律效力 置放于核地 在这场证件会上 侯柯是批评民进党非核家园是错误政策 还质问赖清德是否仍坚持2025非核家园 对此赖清德则直接反向侯柯一改之前 当市长时候对于核四的立场 也再次强调非核家园并不是蔡英文总统 强力把可以运转的核电中止 而是法律规定最后一个机组 也就是核山厂的第二机组 必须在2025年其中停止运转 表示要不是蔡英文总统因应局势 推动绿能产业的发展 今天的情况恐怕会更惨 而赖清德最后也呼吁 核四重启公投最后并没有通过 而侯柯却在这一次的选举再次提起 有责任要好好的向社会大众说明 详细的能源政策到底是什么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 这个震惊社会的校园割喉案 事发地点位在新北市一所高中的 副社国中部 昨天中午受害的杨姓男同学 因为不满别班的国三女学生 到班上找朋友 所以出身驱赶 没有想到这名女学生被斥责之后 心生不满 竟然找同校的郭姓干戈来帮他出气 而彼此不认识的杨姓学生 和郭姓学生就这样齐了口角 最后郭姓学生是情绪失控 拿出预藏的弹簧刀 朝对方的颈部攻击 而校方今天也证实受害的杨姓学生 虽然是救回一命 但是还在家父病房 目前仍未脱离险境 而警方今天也改议杀人未遂 将涉案的两人送办 而法官则是采定涉案的男学生收容 女学生责父监护人 而在社群平台上面也出现 受害家属的发文 这篇po文就指出家属都已经做好 孩子变成植物人的最坏打算 痛批这名教唆别人犯罪的干妹最为可恶 而医师江冠宇也说 即便少年装夜客膜救了回来 但是醒来之后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他直言这起事件并不像校方说的是偶发意外 而是校园的安全每一环都出了问题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